比你稍微快一秒 在开始前我想跟委员确认一下该怎么称呼呢 就叫唐凤 但是我的同事是叫我AU或者Audrey都可以的 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开始访谈了 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政务委员唐凤 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到台湾的自然现况 能够请唐凤委员和大家打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 我是唐凤 那good local time everyone 也非常高兴在有这个机会在podcast上跟大家对话 今年我觉得在台湾的台湾在自然上算是一个蛮不平静的一年 就是我们发生了蛮多的自然事件 从年初的zoom到后来可能总统府遭害 以及后来的两千多万比台湾人民的资料外流 那这么多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有引起台湾人民对自然的注意 而其中最令我惊讶的算是zoom 我们的来讨论呢 那一个是说我们知道之前zoom最大的疑虑 就是说他在就是开会的一半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可能有些人的发言就是让其他的管辖领域的朋友们不太开心 那zoom就会忽然之间把他们的账号停用 然后以至于说这个录影档都不见了 那所以我们像刚刚我们开始访谈之前 虽然我们今天用的是skype啦 skype大概是不会忽然把我们的录影档删掉的 但是希望不会 希望不会对 那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电脑里有一份 但是呢我现在呢有就是NAS 我现在也正在存另外一份到我的备份里面 那当然我们在云端有一份嘛 那这个就是三所谓三二一备份原则 就是说有三个任何你发生的事情 一定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而且呢这三个不同的地方里面呢 至少要有一个 它是不跟你在同一个物理的位置 所以常常就是一个是在这边 我的NAS呢坦白来讲呢也是在我隔壁啦 那但是呢云端呢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确保说 不会因为突然之间管理阶层的改变呢 或者这些演算法 虽然按照Zoom的讲法是他们不小心设定错啊 或什么别的原因 那你这个重要的资料就因为这样不见了 那这个就是三国无双里面三的部分 这是一个备份原则是相当重要 了解 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有资安理律的产品时 其实有个问题是资安是一个随时会改变的事情 就是现在安全的产品 未来可能也会变得不安全 因为会有新的漏洞被发现 那现在危险的产品也有可能会 因为被修改或是漏洞的修补而变得安全 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产品时 其实不适合因为它有一个漏洞 就永久性的禁止它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衡量这些软体的安全性 有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去审查或是评量它呢 是 这就是三国无双里面的国了嘛 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确保说 如果它是里面有云端的成分 它的伺服器不在你的近端 好比说我们现在两个人中间不是点对点的通讯 是经过了一个伺服器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 这个伺服器到底在哪里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最好这个伺服器呢是在就是国内 那当然从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国内目前不是同一个地方 那但是至少呢至少呢它中间的这个海岸 太平洋海岸等等 它不会就是中间被恶意的第三个国家 就加以变造等等 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端对端加密了 所以它最多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让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或者把你的声音弄不见等等 那但是这个仍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伺服器的部分以及连线的部分 都是要在我们相信是跟我们理念相近的国家 当然最好还是在自己国内 那这个是三国里面的国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也联系到说我们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如果是我们国家的人参与开发的 或者是说它虽然不是我们国家参与开发 但是由我们国家的人去进行audit 就是去进行集合 又或者说这两个都没有 但是它是开放原始嘛 在我们的国内有一个很大的社群 能够去检视这个开放原始嘛 这三个不同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比较安全的 了解 那能不能请委员帮我们解释一下 三国无双的无跟双是什么呢 无的部分呢讲的就是无痕啊 好比像说如果你要参加一个 不管是Zoom也好 或者是Webex 或者是随便什么视讯软体 但是你只是一次性的去当一个来宾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加了彼此的Skype好友 是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一个 就是合作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讯息要传过来啊 或者我说我要先去拿耳机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relation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听一门课等等 其实你是一个访客嘛 你是访客其实这是一个transaction 那当你是一个访客的时候 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去下载任何软体 安装在你的电脑上 因为你下载的时候 它就会要求你系统管理员的密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软体呢 它未来即使现在看起来没有资源漏洞 未来各种各样的更新 每一个部分都还是有可能造成 你电脑里面你的别的机密啊 隐私资料等等 被所谓的Zero Day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个漏洞所攻破嘛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用浏览器加入 其实现在视讯软体用浏览器加入 尤其如果你是仿兵的这个状态 而不是要主持200个人的主持人的状态 如果你是一个仿兵的情况下 浏览器里面的体验 不管是Zoom WebEx Teams等等 跟你开一个应用程式体验完全一样 但并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的具体建议就会是 你用浏览器用无痕模式去加入 那像Zoom也好 其他也好 有些会要你先去下载 但是当你按下载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安装失败吗 对不起这段再来 它会有一个下载 按了下载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安装失败了吗 请按这边直接用浏览器加入 所以你就可以按下载 但是不要管那个下载 立刻把它删掉 然后马上用浏览器加入 那因为是无痕模式 所以它要后续追踪你也比较困难 因为无痕模式的这个 就是夜签一关掉之后 那所有的Cookie等等 储存在你电脑里面的资讯 也就一并的抹除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种一次性 而不是长期性的关系的话 三国无双的无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软体 也不要安装软体 尽量拥有浏览器的无痕模式 就可以去参加了 那当然如果你还是要注册一个账号的话 那你在注册账号前 一定要确保说 它是有双因素的这个认证 什么叫双因素呢 就是除了你的密码之外 它还可以透过最糟糕 当然就是简讯 但是总比没有好 那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好比像说Authenticator 就是你的手机上面这种六码 不断这个跑来跑去的 TOPTP的这种东西 或者是当然更好一点 你的有biometric的 你的在地的这种指纹也好 其他也好 这种认证方式 那是你自己的device上 不是人家帮你去认证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 就是一个小的USB的 一个签帐软体 一个token 总之就是你记得的 那个是你的密码 但是你记得的要配上 你自己是的生物的部分 或者你拥有的一个token的部分 这三个因素里面 至少要有两个 这样子呢 才能够去维持一段 长期的关系 像我的skype 当然就是有双因素研证的 了解 那我想要和您讨论一下的是 数位身份证的部分 因为今年比较早一些的时候 有新闻说要推出数位身份证 而也有蛮多的争议跟讨论出现的 那大部分都是围绕在安全性跟隐私 还有各自的议题上面 那韦儿你觉得现行的法规下 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够安全吗 对 其实我们的数位身份证 简单的来讲 就是把现有的职本身份证 跟现有的自然人凭证 给你一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把这两个 放在同一张证件里面 或者你还是可以 在明年焕发的时候 选择领两张 然后用一个魔鬼毡什么的 把它粘起来 总之就是 因为这两个是在资讯科学 或资案上面是不同的事情 你的身份证呢 做的叫做authentication 简称authent 就是一个人要知道你是谁 那你的自然人凭证 做的是authorization 也就是authentication 意思是说 你好像签名签一个合约一样 你去授权 或得到一个授权 然后去进行一个 意思表示的一个动作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虽然当然 通常你要先authent才能authent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两个如果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 那有的时候办事情就比较方便 那但是呢 我们这个是opt in 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比较方便 你才这样子做的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你完全可以 即使是新式的身份证换发之后 你可以把authent跟authentic的部分 分成两卡取得 这个跟现行的法规是完全一样的 了解 那我相信政府在未来 应该是越来越数位化的过程 那会不会 现在其实是opt in的选择 但未来会变成一个强制 你没有opt in 你反而会很多事不能做呢 应该是不至于的 那这里有两个原因呢 一个是说在我们来讲 就是政府去对人民透明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嘛 那因为我们是liberal democracy 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制度 那所以呢 我们的所有的做的事情 包含我们疫情期间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并没有宣布紧急状态 所有的东西都要对立委 对议员给得出交代 如果给不出交代 他们就把我们的预算砍光 我们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当然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对人民透明 而人民对政府透明 像好比像说数位人民币这种东西 我们是绝对不做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 人民对政府透明这件事情 只是增加我们的负担跟麻烦而已 这就好像是 就是大家信任我们 把各自放在我们手上 我们为什么跨部会之间 除非依法绝对不会交换 大家的资讯 要交换也是一些统计资讯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一个到手上的 都会变成未来被审计部 检察院被立委 被什么东西 这些质疑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可能性 你手上的个资越多 你的风险就越高 因为黑帽骇客就越喜欢你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最小程度的收集 最小程度的储存 目的外利用的时候 一定要给得出交代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情 但是当然就是你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问的角度 就是说可是目前的法律指说 法务部或者是国发会的各资中心 有这个解释 确保大家能够给得出交代的这个权限 可是不管是法务部连证书也好 国发会的法协中心也好 他们都是一个三级机关 而且不独立 意思是说他们的人事 他们的预算 都是上面的部长或者主委所决定的 所以如果是他的部长或主委 做了一些侵犯人权的事情 他到底还能不能揭露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欧盟有一个叫做GDPR的这样子一个架构 告诉我们说这些机关 他不能够只是一般的行政机关 他要像我们的运安会 就是以前的非安会一样 变成一个独立的机关 这样子大家才会相信说 我们政府真的有说到做到 给得出交代 像本来是非安会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铁路的事故 所以变成运安会 加上了一些铁道的民间的专家 由他们来检视 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方式 这些资料 不会变成像您刚刚讲的 变成好像政府监控人民变成 不是opt-in的这样子一种工具 所以这个独立的各资专责机关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会期 就是快要开议的这个会期 提出组织法 给立法院希望能够顺利的三读通过 了解 那我记得委员您之前 有在新闻的采访中有提到 我们会请白帽骇客来对这些系统做测试 那这些测试会在测试 那就是我们现在测试阶段结束以后还会 持续进行吗?就是我们像这个漏洞奖励机制会持续有吗? 当然当然只是说可能奖金没那么高了 那就是说因为那是专门拨了一笔预算嘛 来当做小金猎人了 那但是随时啊好比像说像国发会 最近有推出一个叫my data 你只要刷自然人凭证 你就可以把所有你存在政府机关里面 各个地方甚至包含现实政府 你都一次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 你才能够去行使 我们在各自法上面 没有办法用合约去预先抛弃的 包含请求更新 请求删除 请求等等的这些权利 都是建立在请求副本的这个权利上嘛 那以前副本你要一家一家去跑 这个很麻烦 my data就是你刷一次自然人凭证 那你就全部都下载下来了 那但是呢就有一个民间的团队 叫做auth.me 在我们这个服务刚上线的时候 不久他们就写了一支程式 后来就发现说 好像就是有点怪怪的 就是第一次你刷了自然人凭证 取得了这个token之后 这个token呢 你下一次它没有expire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那意思是说本来你授权一次 只能下载一次嘛 但是呢因为它程式呢没有写好 变成你授权一次 第一次还是让你授权 之后等于中间呢 那如果有人测漏了你的电脑的话 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不是一个nonce 它不是只能用一次 而是变成可以用好几次 那这样子的话 假设你的电脑被什么恶意间谍软体攻占什么之类的 而你之后的护证资讯又有更新的话 那它就可以在背景的 把你的每次更新都下载下来 这是一个资安上面的漏洞嘛 那所以我一大早 这个OSME团队就写信给我 然后甚至还附了一段荧幕录影 证明说它真的有这样子的漏洞 然后呢我看了之后呢 不到十分钟 我就回信说 这个看起来是high cost元件 在哪个port的哪一个部分 可能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虽然是政委 我也会写一点程式 那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MyData那个服务 我们马上下架 中午呢资安处的同仁 就直接去跟OSME进行协商开会 然后到了当天下午 就已经修好了这个问题 所以重点呢 不是说一个系统完全不出问题 而是说白帽骇客出现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真的是去奖励它 在任何的媒体 包含podcast上面 都要去称赞OSME的这个团队 然后二方面是说它有一个纵深 就是说它突破到这里之后 但它在后面 因为那个后面的系统 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验证 所以它也不可能好比 去取得别人的不相干的自然人品证 等等的资讯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一方面防御有纵深 二方面要鼓励白帽骇客多多通报 那白帽骇客其实最喜欢的 就是像这种五分钟就回应 这样子的话 他们不但是还是有credit 而且可以发个CVE啊什么的 而且他自己也学到说 未来在类似这样子的系统建制的时候 他的这个攻击角度 会被我们在预先设想的时候 就邀请他来一起想 而不是到最后就是出问题了 才让他来发现 了解 那在使用这些数位平台的时候 其实自然上有个很重要的点 是取决于使用者本身 因为像上个月 加拿大政府他们就网站被骇客入侵 而他们的攻击方法就是用 张密田冲攻击 就是其实是使用者自己使用习惯的问题 但是却会间接地导致 他们在政府机关的资料被外泄 那当我们不管是政府或是企业 在建立一些资安措施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应该指望使用者 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复杂的资安流程 很简化 让即使是阿公阿嬷也可以很简单的 很安全的去做这些数位化的流程 或是这种动作呢 我想三国就是异地备源 跟就是要评估点对点加密 它经过哪些国家 哪些国家等等 这个当然是网管才能做的部分 那很难期待一般使用者就能够去做 但是无双的部分 倒是使用者都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就去宣传嘛 就是没事不要下载安装软体 你能够用浏览器加入的 就用浏览器加入 浏览器有事没事记得开无痕 这个绝对是做得到 这就像戴口罩一样 我们说就是戴口罩然后勤洗手 那这个就是只有两个行动嘛 那这两个行动又是连接在一起 我们说你戴口罩不洗手没用 你洗手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那也有点危险 所以这两个要一起做 对那所以无双 第一个无的部分 就是说你尽量开无痕 不要乱装一些有的没有的软体啊 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你刚刚讲密码填充空气 它如果开双运速认证 根本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无双这两个要一起做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最基本的个人保护 了解 那伟人刚刚有提到类似防疫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台湾目前的民众 在防疫上都有很基本的 普遍的认知 就是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 亲洗手之类的 但在资安上其实很多人会 不知道怎么做 会不知道从何开始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很全面性的 帮大家建立一个自然的危机意识 教大家怎么做这些事呢 就是不要让大家到真的被害了 才开始知道自然的危险性跟重要性 嗯嗯嗯对啊 确实这说不定可以跟日本做一个区域合作嘛 请他们的那个光荣还是任天堂啊 什么把三国无双重新包装成一个资安漫画 对但这个确实是传播啊 就是戴口罩亲洗手的这件事情 也不是一开始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戴口罩不洗手没用这个概念 我们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请专业的一只柴犬叫做总柴 然后用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图 那这个是建立在好比方机关树 本来就有一个 呃就是把所有的疾病女人画 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月刊上面嘛 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要一个很棒的一个会师 然后又要有一个很有梗很有才的小编 然后呢这个防疫期间严禁吃手熟啊 什么之类的 对把它变成有记忆点的东西 那那这个就是需要美术的人员 需要新闻工作者 那需要当然专业人员在后面发生 呃就是说我们的想法 呃你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我们有更进步的专家的管道 可以让你咨询 至少可以打个1922啊等等 这些是每一步每一步都要布局在一个 我们叫做跨领域团队里面 才有可能去做出一个R值大于1的 这个所谓的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要戴口罩请洗手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谁比较适合来宣传这个真三国无双啊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一起想一想 了解 那如果民众想要认识更多 想要学习怎么保护自己 想要学习资安上的姿势 那他们有什么管道 或是该去哪里学呢 对当然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资安的一个素养导向的一个叫做资安的一个素养网 叫做全民资安素养网 这个是由教育部所维护的 包含儿童青少年家长跟大众 他的网址叫做isave.moe.edu.tw 这个是最最最基本最初阶 完全不假设你会任何先被指示的这样一部分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稍微更有兴趣 专业者就是还没有到完全就是做治安专业 但是会对专业有兴趣的这些朋友的话 那我是蛮就是推荐来听这个像自安解压缩这一类的podcast 谢谢你的推荐 那我自己在面对治安的时候其实会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一般在讲人权的时候会讲到生命自由跟人生安全 但现在环境跟时代其实不太一样 大家花很多时间在网路上 那您之前也提过可能会把网路送为一种人权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类似延伸 然后把资安也送为一种人权呢 然后变成一个更基础更全面性的由政府来主导 然后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性呢 当然就是我们在就是宪法上面第12条 本来就规定说人民有秘密通讯的自由 他并没有认为说这个通讯 虽然当时写宪法的时候 他们想的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信封 这个如果有风险不要被邮差拆开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一个够广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人跟人之间得以通讯的这个系统 他必须要保障 我如果觉得我现在讲的话 只有你可以听到的话 中间不要被谁篡改 不要被谁兼听兼看 或者是说不要变成是谁按一个键 我们就讲不下话了等等 所以包含通讯的有无对象 时间方式内容都有不受国家 或者其他的个人也好组织也好 任意侵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不是认为说好像宪法没想到这个 我认为宪法已经有想到这个 现在只是说我们透过像自通安全法 这些立法或者接下来希望可以 也在立法院提出的数位通讯传播法 等等的这些很基本的法律 来确保这些自由得以达到 那当然除了作用法之外 组织法也是很重要 所以刚才讲到的独立的各自的专制机关 或者未来的数位专责的行政相关的一些机关 或一些制定政策的这些机关 所谓数位专责部或会或院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当然在组织法上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组织法跟我们的作用法加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确保说我们每天在使用的这些通讯 也就是演算法是为社会为宪法的目的所服务 而不是好像是演算法去凌驾了作用法 了解 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问题可能就是 假设我的email被害了 那我其实会筹筑无门 我可能就只能去写信给Google 请他帮我取回我的email 那我其实我没有太多其他的事 或是申诉管道可以去做 那可是 你可以报案啊 可以给他业务 那这个部分的话警察会帮我们去做处理吗 就是他会帮我们去取回比如说取回我们最好的控制权啊 或是去寻找骇客源头之类的动作吗 当然当然啊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警政署 就是而且他们有专门的就是进行这方面科技犯罪啊 等等的一个unit 那现在当然就是说在以前确实像你提到这些大的 这个它要不要叫做主权可能有争议 但是一定有治权的这些公司 包含Google啊 或者是Facebook啊等等 当然跟我们的司法体系中间的互助 确实是有一些磨合的这个空间了 但是在最近可能两三年以来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发现台湾在这个地缘上面 无可取代 而且这边也变成他们一些主要的研发的总部 已经不再是以前 只是他们的一个市场而已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跟我们1.25中间的关系 那现在是渐入佳境 了解 所以如果民众真的发生了资安事件 是可以透过拨打1.25来寻求政府防御的 1.65 1.65 来寻求内政部警战术 了解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有听众有兴趣投入资安的产业 想要为台湾的资安贡献的话 那政府方面有提供哪些的管道或资源可以帮助吗 当然这个有很多 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开资通安全相关的学分学程 所以如果你是就是正在就学或者是对于重新进入学校有兴趣的话 那这个是几乎保障就业的一个学程 因为在这个实际上面产业界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大 那当然就是除了资通安全本身就是你对这个学问本身有兴趣的话 目前的不管是资讯管理资讯工程 人工智慧等等的这一部分 他也都必须要了解基本的资通安全的原则原理 他才能够就是把他自己在资讯方面的工作做好 那所以也许你也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想 那这一部分就更多了 就包含终身学习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网路上面的授课啊 这些都大概都可以很容易的就是透过找一些关键字就可以去找到 但是我想在台湾因为我们的状况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我们很多是透过这个以战代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大家解的并不是什么练习题 而是整天都有实际的这个自然事件 可以让大家去进行研讨去进行观摩或者提出来当做podcast讨论的这个题目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 就是即使你现在的工作比较在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制造产业啊等等 我们也有很多工业控制系统 那边的资案也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比较是软体通讯应用上面的资案 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个方向工作 那个方面现在因为数位转型的关系 万物联网的关系 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资案问题 所以你不需要一定好像跨域跨到这个纯软的这边才能够研究资案呢 那个是你对演算法什么有兴趣 你也可以在你本来的可能比较是制造业啊 中小企业啊服务啊等等的这一部分 专门去研讨这个部分 他的资案这样子也很不错 了解 好那我们再来访谈的最后 想要请我们的委员 推荐我们民众一个工具 来帮助他们日常上的资案呢 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三国无双的那个双 就是最容易使用的 那我用的是Authenticator啊 Google Authenticator 那只要在你的手机上面有下载这个的话 你在很多的登录的时候 他就会要你启动两阶段认证 那这个呢是我自己运用的 那当然也不知只有Google 有很多家都使用这个 但是我觉得它的icon比较好看 那所以我就是采用了Google Authenticator 来进行加强的安全防护 了解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唐峰委员 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享一些台湾资安的现况 好希望未来还有机会的话 能够再邀请委员 再来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谈谈资安 好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好谢谢委员 谢谢 好那就这样咯 好谢谢 那我再把我的local track寄给你 OK 我就直接贴在这个chat 好拜拜 好没问题 谢谢拜拜 拜拜